用微信支付流程 问 台报在大陆如何使用微信进行支付呢 答 您先下载微信APP并登陆 然后依次点击 我 设定 一般 辅助功能 微信配 问 如果我没有大陆银行卡 可以在微信支付上绑定持有的国际银行卡吗 答 您可以将持有的大陆以外地区发行的国际银行卡绑定在微信支付上 具体流程是 一 在微信APP中点击 我 服务 钱包 选择添加银行卡 进入身份信息填写和绑定银行卡的流程 在此过程中 您需要阅读并同意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及隐私政策 二 按照页面的指引填写或勾选身份信息 您可以选择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台包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作为证件类型 三 添加银行卡并填写银行卡信息 关于手机号信息 您可以填写台湾地区手机号或大陆手机号 四 设置支付密码 完成绑定后即可开始使用微信支付 问 如果我持有大陆银行卡 可以直接在微信支付上开立账户吗 答 如您持有大陆银行卡 可以直接在微信支付上开立账户 具体流程为 一 填写身份信息 二 添加银行卡 三 填写持卡人信息 四 验证在大陆开卡银行预留的手机号 五 设置支付密码完成上述流程后 您就可以使用微信支付了 问 绑定大陆银行卡后 除了在境内商户消费使用 还有哪些功能 答 除了在境内商户消费 您还可以使用收发红包和转账等功能 问 谢谢您耐心细致的解答 答 不客气 希望以上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您也可以关注 精彩台湾 微信公众号 或者北京市台办官网 了解更多资讯 祝您一切